八卦山八卦连环谱 是绝下深坑 琴虎豹 射下香尔调经熬 李坤 跟这棋卫庄主 陪着北侠秋天秋沛宇 在大厅之内喝酒 真喝酒吗 李坤等着捉人呢 李坤 诚心装着有点喝醉了 跟北侠说 老哥哥 我想跟您比试比试 再跟您学学天纲剑三十六十 行了 喝这么多了 真刀真枪的 比什么劲啊 再出点事 房上这三小听得很清楚 三小以为 人家一点都不知道呢 侧耳静听 就听李坤说话了 老哥哥呀 不用真刀真枪 给您 给我什么呀 筷子呀 我这有筷子 喝多了不是 没喝多 没喝多 我拿一根筷子 您拿一根筷子 当场保健 咱们哥俩走上两趟 一痛快再多喝几杯 老霞秋天秋沛宇 也好像喝多了 好好好 于兄奉陪 伸手拿起一根筷子 李坤也拿一根筷子 老哥俩就站起来了 转到九西宴前 剩下的棋卫庄主 也都停背不隐了 瞧着 李坤 李坤李太极三个手指头 一掐这根筷子 忘记一掌身 左脚一抬 金鸡独立 右手 剑就一点 哥哥呀 我的剑法 可不成 您多多成让 哎呀 贤地来 来吧 别客气 老霞秋天望后一撤步 老子坐洞 把门封住了 也是三个手指头 一掐这根筷子 左手 剑决一搭 这两个人 可都是大行家呀 李坤 左脚 望前一落 左手 剑决一领 这筷子就下来了 直奔秋天的脖子 老霞秋天一抬头 看见李坤筷子过来了 甩银然一矮身 拿筷子当宝剑 一压李坤的胳膊 反望着望前一推 就在李坤的腮帮子上 望上一挑 这就是天刚剑头衣室 紫燕超水 李坤李太极一矮身 反身拿筷子一走扫堂 老霞秋天脚尖点地 长腰起来 两个人各自亮相 彼此倒行请 啪啪啪 就在酒席宴前 走了四五个回合 真是大武术家呀 肩架步伐 深眼没有一个地不好的 这七位庄主全都叫好 好好 太好了 嘿呦 老爷子这剑法 大家伙这夸 这三小在这房上 全都看直了眼了 猛然间 李坤把这筷子一停 脸望下一尘 手里淫然 老哥哥 等地等 哎呦 兄弟怎么了 练得挺好 不练了 哈哈哈哈 哥哥呀 什么人胆大 敢到我八跨山来溃探 二弟呀 给我出去 给我拿住 小弟遵命 二庄主胡亭 答应一声 按着刀板 腾腾腾就走出大厅 就这一句话不要紧 哗 刹时间院子里灯秋火把亮子 游松照夜如同伯咒 抓地下 这小门弟子全出来了 八跨山的少庄主们 足够好几十位 每人手里都枪棍棒 在外边是八跨山的冰丁 好家伙 这院子里全站满了 胡二爷迈达步 腾腾腾下了台阶 一抬头 冲着房上一招手 下来 这时候三小 刘俊 少府跟徐元 一旦翻到房上去 穿云白玉虎 刘俊心受坏了吧 你以为你在这偷瞧 人家不知道 人家真的喝 干嘛的 八跨山 几位老庄主爷 成名天下 就咱们哥仨 请国宝拿二桥 猴拿狮子瞎掰 听见声音了 也知道不好了 可是现在刘俊 也不能埋怨二位哥哥 现在人家发现了 就得动手了 徐元一伸手 嘎朗一声响 把自己一对 冰铁怀杖就亮出来了 什么叫冰铁怀杖 实际上呢 就是两节棍 这两节棍呢 用两节棍的人 攥住这截长点的 前面那截稍微短一点 当中间有个钢环 所以一抖嘎朗 他就响 徐元的功夫 确实很不错了 他用脚 串了一下前坡 踹着缝的前坡 然后轻飘飘 往地上这么一落 脚扎实地 往前一杆步 把这回杖 抡起来 嘎 嘎朗一声响 照着二爷 胡元把他顶梁就砸 好那杖 还敢在老父面前 窝里吗 胡二爷 左部往前一划 躲开这怀杖 左胳膊一夹 啪 好家伙 胡二爷这胳膊 比徐元这杖 还棒啊 一下就把 徐元的一对怀杖 给夹住了 左边一只 右边一只 然后一踹着左脚 躺下 蹭 就一脚 没点躲起 浪里云烟 一阵风 徐元徐子特 撒手把怀杖扔了 扑通一声 就躺下了 二爷 一个剑步过去 脚尖一点他的腰眼 宽 八卦山的兵过来了 过来 抹肩头 笼儿背 五花大绑 就把徐元绑好了 怀杖 捡起来 往徐元面前一扔 唐唐唐唐 还有人给捡起来 往徐元身背后一别 这里的兵在 就把徐元架到旁边去了 胡二爷伸左手 往房上打招呼 再下来一个 真听话 不下来行吗 少府 把这一队短霸 追风荷叶铲 亮出来 脚踹前坡 呐 飞身下来 往前一扑身 左手铲 一晃面门 右手铲 流星赶月 双铲就劈下来 胡二爷望右一滑步 立左手一叼他的腕子 顺手前阳一拉 伸右手一揪他的脖子 啪 就把少府 给摁到地上了 二爷脚尖一点少府的腰眼 捆 照样 也把这少府给捆成了 有人捡起了双铲 往他面前一扔 旁边一银银捡起来了 把这双铲 往少府身背后一别 你这冰刃还给你 二爷一抬头 还一个呢 刘俊先生我也不跑 我也跑不了 真寒碜 白天来了 人家酒宴款待 我说了那么多横话 晚上我这么狼狈 没办法 吃饱了撑的 谁让两位哥哥让我来 我就来呢 刘俊只好一抖链子 绝飞身形下来 二爷胡言八看见了 哎 这就是白天来的娃娃 二爷上左一滑步 伸手一叼刘俊的腕子 回身一拉他 拿左脚尖一踢他的脚后跟 左手一扶着的肩膀 躺下吧你 哎 刘俊真听话 撒手扔了链子绝 一下 就摔了个大裂去 过来人把刘俊也捆上了 有人捡起链子绝 给刘俊 往身上一围也 你这兵人还还你 押进大厅 是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会儿 好家伙 八卦山外边的灯秋火把都起来了 这时候大厅之内也增加人了 一边五十个兵排班战力 宴席一人撤下去了 把位庄主跟北侠 秋天秋被雨全都做好了 李庄主用手一指 尔地亚 拿住了吗 嘿 大哥呀 拿是拿住了 可都是无名小辈 什么 李坤 李太极一听说是无名小辈 书没一条 眼睛瞪圆了 胡须在胸前 飘摆 李太极摇了摇头 笑了一阵 一回身 冲着 北侠秋天 老哥哥呀 先帝 因为北侠秋天现在揪着心呢 秋天就怕同林同海川 猴亭猴镇远来 知道八卦山 绝下 升坑 琴虎豹 射下香尔 吊心熬 人家有着准备呢 为什么北侠不醉也假装醉呀 他不能离开这大厅啊 可这时候听二爷说了 捉住了全都是无名之辈 对呀 北侠心说 肯定不是侯振远跟同林来的 如果要是侯振远跟同林到了 这胡老二能把他们拿住吗 啊 这胡老二要能拿走同林跟侯振远 纯粹是天方夜谭呢 秋天秋派雨看着李坤 李坤叫了一声老哥哥 指望着拿几个成名的人物 没想到拿了三个无名之辈 这可是李坤没想到的事 因为白天李坤写这封回信 写的是扶皮蹭痒 这信里头 一不提国宝 二不提二小 三也没提北侠秋老侠客 干什么呀 就想让铁山寺的人 这些老少英雄生气 让他们中计 只要你晚上一来 嘿嘿 我们八卦山八卦连魂谱 你们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 所以说呢 人家都准备好了 北侠秋天在这饮酒 跟他用筷子比武 李坤在这喝着酒 耳朵可听着 安排出好几拨去了 少府徐元跟刘俊碰见这巡洋船 那不是一条船 碰上哪条 哪条都能给他们带回来 碰见打钢的也不是一拨两拨的 碰见哪拨也能把他们带到中央物济土大厅 这三个人以为得了乙的呢 到了分金大厅了 嘿 这算入了套了 那么李坤想的挺好 他可就忘了 铁山寺住的老兽英雄侠贱 那儿有高人 等信让刘俊拿出来之后 王爷拆开了 王爷看完了老兽英雄挨着个的看 那西方侠渔城是干什么的 西方侠渔城就把这事点出来了 告诉你们 李坤写这封信 不提国宝 不提二销 也没提北侠秋天秋佩宇 干什么 气你们 让你同龄脾气一上来 你不是年轻吗 今天晚上你夜探八卦山 你进去就出不来 人家八卦山 让你在里边随便的蹦 三天你也蹦我出去 早晚备火糟勤 寒颤也寒颤你同龄 所以说渔城把这话点清楚了 老兽英雄狭贱明白 镇东霞猴亭猴振远下了命令 谁也不许去拔挂山 没想到少府徐元一鼓努刘俊 这仨人来了 到这就给对住了 到现在捉住三小了 李坤也没有办法了 来呀 把这三个无名之辈给我押进来 是 时间不大 大兵丁就把徐元少府刘俊全都押进大厅 这三个人往当中的一站 利而不跪 两个是侯廷的徒弟 一个是同龄的徒弟 能怕死吗 在虎穴之中 毫无跃距之色 李坤一看行啊 这三个人一点糊塑之态都没有 心里头也很佩服 李坤这一乐 眼睛就盯上刘俊了 我说 你白天前来下书 你是穿云白玉虎 少剑客刘俊 刘俊一抬头 老庄主 是可杀不可辱 你杀我不要紧 我皱一皱眉头 我就不是同侠可爷的大弟子 但是 你杀我可以 你不许羞辱我 白天不错 下书现在是我 今天也不错 来的还是我 大丈夫岂能去死 而会接以求生 杀就杀 你何必多问呢 少侠可行 真横 徐燕少府两个人一瞪眼 告诉你 我弟兄令死不如 要杀就杀 别废话 李坤一回头 就问这北侠 老哥哥 这二位是谁 李太极呀 这是镇远大帝的两位高祖 浪里 云烟 一阵风 徐原 徐子特 过度流行 赛电光 少府 少春南 哎呦 原来是三位少侠客 李坤 李太极 站起来了 李坤心说 我斗的是谁呀 我斗的是 镇八方 紫面 昆仑侠 同林 同海川 跟我八卦山 三次结一掌之仇 我斗的是 侯廷 侯震远 你成了名的侠客爷 你不在山东这忍着 你帮着同林 你干什么的 我李坤斗的是 同林 斗的是侯震远 我跟这三个小门弟子 哦的什么气 哈哈哈哈 李坤就走到这三个人面前 亲自 把他们三个人绑上给解开了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三位少侠客 今天晚上 立临毕山 对不起呀 我指望的是 你们的师辈们 今天晚上到我八卦山来 我们好见面畅谈 没想到 三位少侠客到了 三位 你们来了也没用 怎么办吧 就全当 今天晚上 没发生这件事 三位请 这请字 说出来了 可是徐元 少府 刘俊三个人 望着一站 根本就没动弯 嗯 三位 我是这的大庄主 我这话 我这话已然说出来了 请你们回去 啊 请吧 有能力 请你们三位的师父来 你们三位再来也没用 请 二次请字 已然说出口了 可是这三位望着一站 仍然不动 仍然不动 嘿嘿 有意思 你们三位 为什么不走啊 徐元新说 你纯粹是废话 走得动吗 动到跑 我们不认得到 我们怎么走啊 你们八卦山 八卦连魂谱的人才认识呢 我们不是这儿的人 难道你是糊涂人吗 老庄主啊 对不起 我们来的时候 是跟着您这儿的耕夫 进来的 哈哈 告诉你 这耕夫是我安排的 没有耕夫 你们三个人转到天亮 也转不到我中央物极土 哎哟 徐元这才恍然大悟 如梦方形 原来是人家安排的 有意把我们哥萨引到此处 得了 到这时候徐元就服气了 庄主 这是小子无知 多有冒犯 我弟兄呢 是自不量力 请庄主莫怪 好 少侠可言中了 来人呢 把他们三位带出 八卦连环谱 是 有人过来了 请吧 这三个人转身行望外要走 望两旁边一看 徐元少府刘俊可看出来了 两旁边八卦山的少门弟子 全都咬牙切齿 恶狠狠的瞪着自己 没办法走吧 八卦山的兵 就把这三个人望外带 一直走到了南庄门 三位 下山慢慢走吧 没事了吧 多谢 人家转身行回去了 这哥仨站着发愣 刘俊可真不乐意了 三哥呀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不来 到现在弄个没脸吧 咱们三个人来一趟不要紧 叫人家把位庄主 取笑咱们的前辈 这才叫画虎不成反类犬 徐元也急了一瞪眼 别说了 有什么关系 来的就来的 逮着就逮着 人家比咱们能力大 谁让咱们能力小呢 回去练功去 走 哼 我说话你们还不爱听 跟着你们一块丢人 三个人垂头丧气 无精打采 顺着山道往下走 来的时候 心里是一团伙儿啊 现在是一桶凉水 往头上一跤 浑身都凉 天又这么冷 好不容易顺着山道 走到了江岸 到船坡旁边 把夜行衣脱下来 把水衣水靠换好了 把东西收拾齐了 刚要往江里跳 突然间 哪儿跑 灯秋火把 量子游通 这哥仨谢的灯光 一看 来的四十多位 为首的是四庄主 铁壁 罗汉 法陈僧 还有五庄主 火眼金金墨 何勇 何建章 七庄主 清风过柳 柳叶猫 寒中 寒电远 少庄主 韩宝 吴智广 雷春 何邦 还有雷春的两个徒弟 两头蛇流动 一枝花 韩庆 八卦山的少门弟子 三十多位 手里头刀枪棍棒 小辈 哪儿走 蜂拥而至 一个个满脸煞气 四庄主 法禅 高声 含嚷 阿弥陀佛 哪里走 今天 把命给我留下 铁壁 罗汉 法禅僧 头一个脉步 就过来了 徐元 少府 刘就那么一看 可吓坏了 这法禅僧 多大的本事 只能是师父 同林 同海川 才能打得了他呀 到现在 被劫此地 可怎么办呢 下回 再说 我 那个 我 不 只能是 thicken 好 门 ment 我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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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